各位同学好 我是凌文老师 你现在所说看的是Live杂志 特别高一 国三升高一的时候 大概有过半的学校都用了这本英文杂志 这本杂志叫Live终极 凌文老师讲解数位课程已经将近有10年以上了 所以各位在荧幕上可以看到 这就是凌文老师的经济学人杂志的讲解 已经超过了2000多篇了 总之不断的往前迈进 努力学习 希望大家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就先开始 今天这篇文章简单的学习方法吧 所以这段影片希望后来是有家长看到 然后小朋友跟着学习 首先这个叫奎尔公园 奎尔公园它有个字没有扫描到 因为那个字比较特别一点点 所以这个字要把它瞧一下 因为它毕竟是西班牙文 奎尔公园长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在图片区 就可以立刻去了解 奎尔公园很漂亮 有点像是童话世界 童话世界呢 你们就可以在留言区打打字了 童话世界的英文怎么讲 证明你们是高手 童话故事了 童话故怎么讲 F开头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完全像是一个童话故事 对不对 超酷的 我现在放的配乐是我们木工的朋友 他就在脸书上分享 这个是这个电影原生带专辑在哪里找 我就跟他讲说很多平台都可以下载 后来他在Kickbox找到了 Kickbox 还有各种串流的平台 Apple Music Spotify都有 所以只是看你要从什么平台下载 OK 我们在这个轻松的配乐下来看 奎尔公园 所以今天说看到这篇文章 奎尔公园 奎尔公园突然不见得 等我找一下 在这里 他说将近有两千多年 对 Fairytale童话故事 好 这个字叫做建筑师 请各位打字吧 那建筑学怎么讲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学英文最重要就是整理词类变化 各家长大概都不知道 各老师都懒得去帮你整理 所以我们背单子最重要就是这个动作 在荧幕上各位看到 我们的学生自己很认真的打字打出来了 Architecture这个字就是建筑物 然后Architect是建筑师 事实上Architecture可数吗 大家猜猜看 如果可数就加个S 不可数就打个0 就这么单纯 那他讲说这个人是高地建筑师 建筑师Antoni Gordi 当时被雇佣就打造这样一个豪华社区 刚刚各位在荧幕上所看到的 那在这边雇佣去做什么动作 这个to就是in order to 那豪华豪华 这个是名词 大家不知道 Architect这个单字 如果当建筑物 对建筑物它是可数的 建筑学不可数 然后Luxury是它的名词用法 请打字吧 它的形容词是谁啊 形容词叫做奢华的 所以目前在进来的同学看不到 你事后看影片的看得到 因为我在另外一个画面 打字给各位同学看了 Luxury 形容词叫Luxurious 各位同学打字真快 好 学语文要懂得同类型思考 请问奢华的相反是什么 节俭文 来打字节俭文 英文怎么讲 这都是蛮重要的单词 好 奢侈在萤幕上 我们可以看到 李宏老师这边整理了 叫Luxury Luxurious 同学打出来了 我现在问同学奢华怎么讲 没错 就是frugal 很像水果狗 frugal名词叫frugality 再送你们一个单词 叫thrift 这个字我们等萤幕上出现 thrift叫节俭节约 刚刚看到还有一种这种的商店 叫frift store 猜猜看thrift store什么东西 就代表专门是简约商店 二手店的商店 然后把它丢到留言区的位置 这样你们也可以看到 什么叫thrift store 萤幕上你已经有看到了 这种商店可能就是在欧美 比较多一点点 我们台湾直接就叫二手店 语言的学习 就这样子一点一点慢慢的累积 好 我们说我们就时间就只有10分钟 所以扣掉一开始了两三分钟摸索 你看在三四分钟就结束了 就是玩一下意思一下 让各位同学知道说 我们自己在家里 理论上你要学习查字典的时候 应该是查什么东西的 那所以如果你在玩电玩玩游戏 你是看不到这么多的重点的 总之他去打造奢华社区 on top of 简单来说就盖在一个山丘上面了 山丘上面树木多 代表说这边有纸皮很好 tree covered 地点在西班牙的巴斯隆纳 哇 当时我就想到歌曲巴斯隆纳 不管他 那雇用他的人呢 是一个count count这个字大家都知道是公和博子男 要不要猜猜看是什么东西啊 count 然后还有duke 还有girl 二哦好多用法 你看看这个字当计算的单子 可是你要看大写的时候 你一直往下找 一直往下找 一直往下找 好远啊 才找到伯爵 看到没有超酷的 那大家猜猜看duke是什么东西啊 duke是公爵 公和博子男 那各位有没有听过伯爵查 伯爵查好像是有另外一个单词呢 不要问我 我就没有去特别去涉猎了 语言就是慢慢去学习 好 总之雇用他的人是一个伯爵 然后呢 这个人名我就略过了 就是奎尔先生 他就希望高地打造一个地方 来吧 大家知道这个字够简单的 国三文法 place 后面的where 会可以拆成哪两个字 那讲说这个都市的有钱人 能够住的地方 旁边都有美丽的花园 哇 这可怕的 赚有钱的人呢 赚有钱人的钱呢 这简直就是 这叫什么 呃 就是上流社会了 我们可以看到继承者的那种感觉 也不算继承者吗 反正是代代都是有钱 在这边有个小重点 live 这边后面接个surround 那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了 嗯 哎 大家刚刚没有人打字了 对 我没有要你们打什么字 或者等隐秽区啊 你们怎么没打字呢 或者等隐秽区啊 这边没有斗点 就代表这边那是后卫修饰 打造一个有钱人住的地方 那旁边都是美丽的花园 完全远离这个都市污染的工厂 好 我们停留到这个字 今天的课程就结束了 请问live这个字 接了一个surround surround 大家提供词性吧 在你们留言区打字 比如它是动词啦 它是形容词啦 它是名词啦 它是介义词啦 打英文打中文通通都可以 然后呢 其他你们事后再看YouTube影片的同学呢 我们先来看 surround surround这个字叫围绕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个名词叫surroundings 这个字代表周围的环境 它常用复数型哦 因为round本身是圆形 所以sur先不管 所以围绕你的东西就是周围的环境 有人回答动词了 非常好 可是动词这边已经有动词叫live啊 在英文好像不会有两个动词放在一起 所以语成们发现到上到大学功力会掉 对不对 祥盛在努力的思考 这个是什么问题 然后思政可能你在努力的思考 大家都是常客 进来都懂了把麦克风线关掉了 所以live surrounded live surrounded 知道吗 好 我打另外一个地方给你们看 你们就比较明白了 其实这句话是这样子的意思 他们可以住在那里 然后呢 对对对 他们这些有钱人呢 就能够被美丽的花园给围绕 连接此刻省略 相同主持是省略 主持就是有钱人 逼动是省略 所以这三个字不见了 所以这个字是VPP 传说中我们把它叫做分词构句 所以代表有钱人是被围绕的 有钱人可以过得生活的 这就是我们的重点 好 各位现在在这个群里面有两位高手 请两位高手打字吧 因为另外一位是还是高中生 且倒是大学生的 请你背过污染 有个同一字C开头的 他是谁呀 大家想想看 C开头的同一字叫污染啊 这个字超重要的啊 你不能忘记啊 C开头的污染啊 如果你是事后看YouTube影片的就知道了 各位我们为施政掌声鼓励吧 contaminate contamination 这个字就是污染 哎呀声权你进来晚了 我们的课程才刚要结束呢 好 那现在大家是保持静音的 所以你可能会被我稍微关掉声音答案 好为了你 我再讲一句话 那高地呢 基本上就立刻着手进行工作了 在这边你要看了一个重点叫 God to walk 从get world 变来的 分子又去让他的想象力疯狂狂野的奔跑 这个就有趣的地方 imagination把它叫想象力 imagination 在我们萤幕上可以看到想象力 那想象力怎么会狂野呢 这时候我们去搜寻一下 我们在萤幕上你们看看有没有想象力的形容词 其实我只有一半的把握他有没有狂野这个字出现 结果打狂野这个字并没有 可是你去网路上搜寻 搜寻wild imagination 这个字是关用语 所以总之他就开始让他想象力发挥 然后呢希望这个地方能够充满了什么 这个end后面是对等 所以letting ing filling ing 这是分子构句 希望这个地方呢都是 都是地标 就代表都是有拍照的打卡景点 好 这边有个单字叫enchant 来吧 我们今天就特别为了生权 晚进来生权 讲解这个字吧 enchant这个字名字是谁 请大家打字 enchant这个字名字是谁 请大家打字 enchant 等你们打字哦 在这个留言区的位置打字enchant 如果你现在看的是youtube影片 虽然没有互动 你已经看得很出来了 enchant的名词在哪里 enchant的名词在这里 但是目前他们直播的人是看不到的 因为这是另外一个画面 大家没人打字哦 大家乱猜嘛 这个字会是从谁变来的吗 enchant本身enchant是动词啊 我说他的名词怎么变化 enchant是动词 他名词怎么变化 好了 大家没有人打出来呢 我就打字给你们看咯 还有例句都打给你们看 将将我我放两个地方让各位同学可以参考 一个是留言区啊 另外一个就在这个画面上我打字给各位同学看 将将 inchant这个字叫着迷 着迷那有人说是吟唱 没有吟唱是下面这个字 这个字反复吟唱就重复喊的 呃猜猜猜下台猜猜猜下台 这个叫菜叉叉的哈 就是菜菜中文的好朋友 那就是谁呢 菜中文下台 菜中文下台 哦我完全不要走政治太风险太高了 enchant这个字叫着迷 那我们把它加个ed就变成电影了 各位在荧幕上可以看到这个是黑文明的电影呢 哦他的歌好好听哦 enchanted 在荧幕上可以看到这个女生不能算特别漂亮 但歌声好听 重点就在这里 enchanted 所以这个字的名字谁呢 来我们在荧幕上看一下 enchant enchantment 在英文呢 这就是咒语 你看这个字居然没出现他的名词哈 没有给我中文出现 enchantment就可以当咒语 所以各位要背的很多单子都是要花长时间的累积呢 然后再来我们的联想点是欠是一个歌唱 像你可能听那个什么BTS啦 炮弹啦 炸弹啦 茶叶弹啦 唱歌的时候就着迷了呢 所以他们的唱歌让你着迷 名词叫enchantment 可是有意思 这边有个叫disenchantment 什么意思啊 觉悟 代表我不着迷了 我觉醒了 干嘛要让你韩国的歌手们把我们的钱都夺走了呢 你看enchantment这个字没有名词 我们打字反而disenchantment搞不好会有中文解释 就代表没有 代表在这个字典里面 他有附这个单子没给你做解释 所以各位同学 如果你在使用字典会发现到没有中文 这很正常 因为代表他的等级比较难 所以讲了半天呢 enchantment叫做咒语 好吧 各位同学都告诉我 这咒语还有什么单字 同一字叫咒语的 来吧 等你们打字再讨论 在那个留言区给我 咒语还有什么同一字 所以语言的学习就是一点一点的开始累积 没错 生存的非常好 spell 所以哈利波特呢 当时呢 就在斜角上买了这个spell book 不叫做拼字书啊 叫做咒语书啊 好 所以咒语好多单词呢 所以enchantment也是咒语 是什么什么那个去去去武器走 哈哈哈哈 菜菜菜下台 下台都没有用了 我们怎么知道换一个上来会不会更好 对不对 但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疫情确定会延续 两个礼拜搞不定了 怎么可能 任何国家两个礼拜搞不定 我们一次就示范给国外看 对不对 一个礼拜停电两次 对不对 我们的疫情在一个月内 不不 两个月内搞定 也许该再长一点点 好 那今天的课程就让这边讲到这里 让各位知道 原来我们学英文的过程当中 把一整篇文章讲解完 绝对超过一个半小时 所以今天孩子如果玩游戏超过一个多小时 他没有学习到这个东西 他心定下来的 又加上没有抄写笔记 学习效果完全受到影响 Cat Spell 在英文就是下咒语 双全贴得很好 这就变成动词了 动词的语法了 那我再送给你们个单词叫C-U-R-S-E 这个字呢就是咒骂对方 我我娶你他擦的 你看没有诸咒 你说是不是有点像咒语的感觉 这个字是不是送了一个小单字 查单子是一个乐趣 如果变成OR结尾呢超酷的 你们使用电脑吧 这个叫游标 就是我们所谓的鼠标 叫Cursor 超酷的 Cursor Cursor 遥远的听到这个声音 所以我每次看到电脑桌面上游标在动 他擦的 他擦的鼠标 他擦的游标 好讲了半天 林文老师讲到这里结束了 明天应该不会有这个示范的课程 然后请各位期待 因为这礼拜要去补习班 两次冒着生命的风险 坐上捷运 坐上火车 要录制高一高二高三的课程 请大家祝福我远离病毒 病毒远离我 也祝福各位同学 找时间来学习英文课程 付费购买林文老师的课程 我除了有经济学员杂志BBC New York Time 还再加上有四本英文小说 一对一随时找我 拜拜了